好了 大根跟大根媽 我是這樣啊 要準備脫離拇指關係 不是 其實我媽的情勒比較是隱性的 是高級情勒 我講個例子好了 像剛剛我們在化妝室的時候 因為我跟我媽沒有注意情 她就會我在化妝的時候 她就會故意跑到旁邊 跟化妝師姐姐講 不是我 跟化妝師說 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她這一句話 講旁人聽 講旁人聽 好可怕 要用那種 很慈祥 好像在跟化妝師聊天 戴面具 要不是有這個節目 還適合不到我兒子呢 好久 好久沒看 很可怕 剛剛還沒開始的時候 立東說帶媽媽去冰島 你媽媽馬上 我媽媽是這樣 我媽媽 立東說要帶媽媽去冰島玩 我媽整個話說 欸 冰島 好棒 其實看我一下 她她也沒說什麼 很會 很會 就是她這樣一系列下來 她的情勒是比較高級的 高級的那種 拐個彎 讓妳覺得妳有罪惡感 我再來說 我公訴我媽是這樣 我媽是 這個好像對一般母親來講 很正常 可是因為現在 網路很發達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的什麼臉書 是完全不加我爸媽的任何資訊 都不要 可是他們就是有辦法發現我 我晚上都會直播 因為她看不到我的時候 她就會跑到我的直播間 然後不講話 就跑進來 因為我看得到我媽的帳號 誰上線 進來有什麼 進來有天使 她發現我沒叫她 她就會出去 再進來一次 刷成賽 刷成賽 進進出出 一定要讓你知道說 我媽進來了 對 一定要讓她說 各位我媽進來了 來 跟她跟媽打打招呼 就真的進來 進來 讓我覺得說她一定在 對 我要進來了 我要出來了 讓我覺得說她有多麼樣的 在乎我 而我要聽她的話 這樣子 不是 我要反駁這件事情 只是聽到她的高級情樂要出現 來 請聽看 厲害 不是 他曾經答應我說 我說你睡覺 只時要睡 午時 11點到1點 11點到1點 那你走這個園藝圈要有很好的體力 對不對 所以只時一定要睡一下 可是她每次趕快2點多 我只是提醒說2點多了 這樣子 我沒有囉嗦 我也沒有 媽媽很委屈 對啊 你好不笑 你看 不是 看妳臉色 中氣了啦 這個高級情樂 其實只時睡覺 這個是有科學根據 是有了 因為妳11點 凌晨 在晚上11點鐘 到凌晨1點鐘 是妳生長基礎分泌的最多的時候 所以那個是修復能力 修復體力最強的事 妳也會 我11點睡覺 我凌晨1點再起來 站起來 妳睡這兩個小時 修復完再起來 我幹什麼 真的是 幾歲這兩個小時 問同學 來 欣穎 妳想說什麼 我真的覺得她跟媽 這樣子管太多 會讓這樣子 變個魔術嗎 他變了一個魔術 對 變個魔術 好 這是 因為像就是 有時候大哥他要直播 本來工作就會比較晚 如果去管到他的工作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百分百工作 這樣子會影響到他的工作的態度 壓力很大 他們是當下或是晚上 他跟我爸兩個人就會偷看 因為我不想他們看我的工作 他就會說 妳今天直播上是不是有罵髒話 那個不好啦 是不是有講一些黃色笑話 那個不行 就妳已經在左右我的工作內容 妳本來就不要罵髒話 這是另外一個阿姨嗎 不是 比方說他左右到腳本裡面去了 他腳本 可能那個腳本是剛好有這個髒話 也不是說多髒 不是說那種三字經 五字經 是那種 諧音啦 諧音啦 他覺得影響到他們 他們就覺得不行 他自己不舒服 他會來 我就覺得那個很不好 我真的覺得媽媽真的不要管 工作的管太多 這是他們發揮的空間 對 妳說妳在 我沒有管很多 我只是提醒他 其實妳在看就是很大的壓力 比方說妳在直播 有些人來跟妳聊 我看我兒子的節目不行嗎 妳的節目那麼好看 什麼跟著我玩 我叫妳弄個跟著我買 也很好 一下子跟著我玩 跟著我買 我覺得很好看 我想看都不行嗎 這誰的啊 好不孝喔 妳盡情發揮好了 我告訴妳 花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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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怎麼樣 告訴我什麼事情 我是說 妳是公眾人物 有時候那個黃色 不要講太 嚴重舉止 不要講太那個 我就是在那個邊緣 笑 對不對 對啦 因為有些 妳為什麼聽得懂嗎 那代表妳心思也不是太正常 不然妳怎麼聽得懂 我以前就是講 抄他媽家的地址而已 我沒有講直接 我說抄妳個筆記也是可以 抄妳個筆記 天啊 有其母必有其子 對啊 兩個一樣的 媽媽會講說 我抄他媽家的地址 對啊 既然 而且很順 妳有發現嗎 這個我馬上比較少聽到 我抄妳個筆記 我抄妳的筆記 第一次聽到 抄妳的筆記 我只是提醒她說 不要講太入骨 真的 這樣會影響 不要提醒 對啊 發展很好 OK 我要控除第二件 還有別的事情要控除 這個可能很多人會遇到了 就是這個 我愛妳們 媽的拉扁 腳筋小小子 我媽的那種腳筋小小子 它是一樣的方式 因為我跟我姐姐 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有那個打算 目前 我媽就會很急 因為每天她就會這樣 比方說遇到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拿起 她不太擅長用的手機 那個妳看 妳看大姨的孫子 妳看 唉唷 笑得好可愛喔 唉唷 笑得好可愛喔 妳看看這個 我那天跟她玩 她不小心叫我阿嬤 妳知道嗎 就我 好會 鐵緣的事 是不是 我有一些 我叫她阿嬤 不小心叫我阿嬤在幹嘛 妳看好可愛 就開始會講啊 說唉唷 對... 媽現在退休 但體力還很好 媽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呢 最後的 今年過年 因為我沒有出去 我要回家 我媽就說有一些 妳舊的衣物啊幹嘛 可以丟啦或幹嘛 我就回去跟她還有我姐 我們就在那個我的房間裡面 我媽就拿一拿到一個 我們小時候的衣服 然後她就這樣 然後看著我姐看著我 說這是妳們小時候的衣服 然後就折... 然後折成這個樣子 妳看 折成一個假小孩 太強了吧 她就在我們兩個面前這樣 妳看 這是妳們小時候的衣服 好故意喔 對 就看著我姐跟我 然後我們兩個就看著她 我說什麼意思 還有這種才藝 沒有…妳看…有沒有適合 還是把她留下來 我說幹嘛 她說搞不好妳們用得到 就三不五時 一直在提 一直提說 想抱孫啊 對啊 那裡大 你看看 今天三個媽媽來 只有我沒有當阿嬤 我會去啊 我去 妳知道嗎 我那一天 我那天 妳說妳說 開大學… 我那一天 媽媽太慘了 做了一個夢… 妳做了一個夢 來… 我做了一個胎夢 胎夢 做了什麼夢 妳說… 胎夢 胎哥的夢 就是有一個 我抱著一個小孩 他好可愛 他一直對著我笑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這麼可愛 然後我就告訴我的女兒 還有… 有沒有人要買胎夢 兩 三天都沒有人 買胎夢就是 她最後會實現 對 都沒有消息 都沒有消息 隔了兩三天 我老公竟然抱著一隻 他說我撿到一隻龜 送給你當寵物 我說原來我夢到的是 等一下 這是笑話嗎 這是笑話是不是 不是一個感人的故事 感人的情歌故事 結果變成一個笑話 不是 我就說 大哥媽 原來是笑話 我最想要看大哥媽直播 他好笑 換來直播 我想要看妳的直播 妳有沒有在直播 我絕對不會像布蘭妮 這樣說什麼要穿襪子 沒關係 妳就接地氣 不用穿襪子 他沒有那個奢求 妳怎麼要來的 妳這樣講好了 妳這樣講我們聽聽看 妳這樣講我看聽不聽得懂 我跟妳講時間好像夠 我跟妳講時間還沒到 搞不好比我更嚴重 妳是說會穿襪子 所以有小孩之後 說不定會比妳更嚴重 妳的毛病一定比我多啊 好 妳冷靜 妳這樣有帶跟沒帶一樣 妳不要緊 聽得很清楚 妳剛剛說在座妳都還沒當阿嬤 他們兩個都大我多少歲 對不對 不會聊啊 妳當老弟弟耶 我只說 妳要得罪多少人 他們幾個都大我多少歲 他們也還沒有啊 妳講什麼 妳講什麼東西啊 妳要講她 妳要講她 我們還好啦 對啊 我還好 妳看她還沒啊 你才老咧 沒有… 大哥 大哥其實他是長得老 他實際上年紀真的滿天的 是嗎 真的嗎 我才20幾歲啊 他到現在還沒 你現在幾歲到底 他才31 他才31 最好帥耶 很多人以為他跟我差不多 我大概35嘛 他半百了 半百了 天哥太多了啦 好啦 Anyways 我比他大一點啦 以上控訴完畢了 我們的陪審團覺得 誰比較有道理呢 覺得大根比較有道理 請打圈 來了 為什麼 等一下 差比較多耶 沒有 他沒聽清楚 大哥 你在帶奶嘴之前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說一下 有沒有 媽媽就是一直想要妳 對啊 來 請問 有沒有人願意 趕快來找我 沒有 我的媽媽的話 比較好就幫我們做一下 OK OK 腳有機關在那幾點 對啊 剛剛趕快找一下 我跟你講 像我媽 我不知道對大家的媽媽有沒有 因為我媽這種演技派 就最好的方式就是 很硬的 這樣她原本設定好的劇本也不了 忘記嗎 那就不要說 好 假設是小孩子那個 我家是小孩子 我說媽 你覺得那個耳環很好看 我媽媽說 真的嗎 對不對 我媽是一個活在當下的人 你打亂她的節奏之後 她就會跟著演節奏走 她就忘記 她原本要給妳演的這一套劇本 她就會順著妳走 所以就是 妳也不要覺得說這個東西 轉移話題好像很奇怪 其實沒有 妳要的就是跟妳的母親 各個話題都開 聊別的 聊別的也可以 各個話題 反正妳們是要增加自己互動的 互動 親子關係 互動關係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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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